做了门 逛了窗 心了都闭了眼 快跟我走 怎么了 怎么了 依依 怎么去 怎么那么着急 我们把相亲对象带过来了 我不想他伤害你 快跟我走 依依 快 走这边 王依依 你们俩跑来吃吃 妈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知道你别再来了吗 我和乐乐是真心相爱的 儿子 我也是为了你的幸福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你过来 好好跟依依聊一聊 阿姨 你别这样 依依哥他应该也有自己的口罩 让我和依依哥好好聊聊吧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哎呀 还是你更等事 儿子 好好照顾你幸运妹妹 我先回去啦 哎呀 这回就是乐乐姐吧 看了你的视频 感觉一笔视频里还要漂亮 怪不得依依哥还就念念不忘呢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女孩 只是 只是比别人幸运了一点 我也没想到 依依他这么久都没有忘记我 赞心依依 你不应该来的 赶紧回去吧 依依哥 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什么 我是不会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 但我要是走了 你想想 阿姨她会放弃给你找对象吗 我是来帮你们的 乐乐姐 第一次见面 这是一点点小礼物 送给你 不 不 不行 不行 你太客气了 这我不能收的 我们 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我给你倒杯水 好 那就打扰了 赞心依 你不要乱说话 不会的 依依哥哥 嗨 欣依 谢谢乐乐姐姐 我很好奇 当年你和依依哥哥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依依哥哥对你这么念念不忘的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小时候开了玩笑 没想到王依依她当真了 还记了这么久 这段时间一直是她陪在我身边帮助我 哦 这是我知道 听说她还把家里的传家玉佩 当作定情信物送给了你 我真的好羡慕啊 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 玉佩 当年给我的玉佩 被我 被我给当了 啊 当了 那么贵重的东西 你怎么说当就当 这是 这是确实是我对不起 王依依 事发突然 奶奶从山上摔了下来 马上就送进了医院 情况 情况非常紧急 我即便了身边的所有人 也没有筹够奶奶的医疗费 我就把玉佩给当了 想着应急 等我再筹到了钱 想去把玉佩赎回来的时候 玉佩就被别人给买走了 啊 那那你爸妈呢 他们 他们离婚了 早就已经不回来了 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没事 对了 欣依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哦 我啊 我在我家集团 做项目经理 跟一哥家的公司 也有些生意上的来往 说起来呢 我和一哥的关系 跟你的情况有点相似 从高中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一起读书的 我们两家呢 也离得非常的近 我还经常去他家蹭饭吃呢 阿姨还专门给我留了一间空房 单独给我的呢 我呢 和一哥哥也算是一家人了 嗯 那还挺好的 乐乐 你别误会 张欣依 你乱说什么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那个房间 都是你自己以前那儿都要的 现在 早就已经改成保姆房了 乐乐姐姐 那我就直说了 你这种情况呢 也给不了一哥哥太大的帮助的 张欣依 你现在立马给我走 我不想再看到你 王依依 你为了这一个十几年没见的女人 你说这种话 真是太耳熟了 乐乐 哎 乐乐 王依依 你走吧 他说的对 我跟你在一起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只会成为你的拖累 乐乐 不要因为别人一两句就影响了我们的感情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拖累 从我找回你的那一刻起 不论我做什么事都非常有动力 你的善良的纯真 更加让我静静 接受当初的誓言 所以 不要害怕和担心任何人的阻挠 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为你这封答应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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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她 不认可我 应该 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吧 乐乐 你是跟我过的日子 又不是跟我妈过 我都是成年人了 我和谁在一起 和谁结婚 是我的自由和权利 我相信我妈 她也是一时思想没转变过来 对你了解不够多 如果她真正知道你的生母和善良后 她一定也会接受你的 因为 像你这样的好玩戏 别不喜欢